近期,马斯克带领着广大散户在金融市场翻云弄雨 可是他的SpaceX日子过得却不太顺 就在近期,SpaceX发射了一艘新舰原型机 降落失败,化成一团烟火 而这其实已经是该公司在这两个月内第二次施舍失败 两连半的战绩似乎并未影响钢铁侠以及工程师们的信心 因为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这艘代号SN9的无人飞船从德克萨斯海湾爬升至10公里高空 然后下降,在地面操控下尝试降落到距离发射地点不远的着陆点 而该公司上月试射原型机SN8号时,以着地爆炸告终 很遗憾,这次SN9也好不了多少,坠落地面变成一团火焰 不过,SpaceX公司称这一次试验将能够收获巨额数据 旗下工程师也将继续推进此项目 SpaceX官方网络直播主约翰·因斯布拉克说 要记住,这是一次是非 我们才不过第二次按照这些设置来发射新舰 我们得在降落这方面加把劲 但随着团队研究那些数据,我们会找到原因 我们一直与尧测系统保持联系 所以说到底,又一次伟大的试验 那么,这两次实验失败的新舰到底是什么黑科技呢? 这个高达50米的新舰其实是宇宙概念交通工具 SpaceX总裁马斯克相信 一旦开发成功,这款飞船将有能力把人送到火星 也可以应用于在世界各地快速转运旅客 显然,它的用途还将包括发射人造卫星 在该公司设与小村庄伯卡奇卡的研发设施内 新舰的设计正火速进行 SpaceX的格言是飞着来学习,再重复,然后再飞一遍 这次炸毁的SN9与上一次测试的SN8一样 由三座燃烧甲丸的猛禽发动机推进升空 随着原型机贴近预定高度 发动机寻指令依次熄火 当攀升至最高点 星舰整台翻倒,开始返航地面 这样肚子朝天的降落 有飞船两端的精益协助控制 目的是在于模拟未来正式上线运营的星舰 将如何从太空重返地球大气层 把面积最大的一方朝向飞行方向 以解慢速度 就在落下地表前瞬间 飞船应能回复基底朝下的姿态 其中两台猛禽发动机重新点火制动 解慢到步行速度降落 但SN9似乎只能成功点火一台发动机 结果在落下水泥着陆台时变成一团火 既然人家的格言是飞了一遍再飞一遍 那SN10的设计以及修改方案已然提上日程 据悉 SpaceX已经把SN10号原型船树立在发射台 预备下一次试飞 更多原型船正在伯卡奇卡装配之中 新舰最终将由被称为超重型的加速器搭载升空 这可能要配置28台猛禽发动机 产生超过70兆牛顿 1600万磅的推力 比送人类登月 巨大无比的阿波罗土星5号火箭还要厉害 当组装成新的SpaceX系统 星舰与超重型推进器树立在发射台上时 将合共高达120米 两个模组将被设计到能全面循环载用 每次任务归来都利用推进器来降落 马斯克曾表示 星舰已成为SpaceX的首要任务 比猎鹰号运在火箭还要高 目前 猎鹰火箭已在常规飞行 服务人造卫星运营商 美国空军和美国宇航局 此前 NASA已邀请马斯克研究能否在未来几年内 利用星舰来登陆月球表面 但是 马斯克的目标更为广大 他已经表示 要在未来4-6年之内 展开载人星舰火星航程 众所周知 马斯克一向以雄星壮志和过分乐观著称 不过 让人叹服的是 经过不断的事实证明 他基本能最终达成自己的目标 所以 既然钢铁侠已经夸下海口 那相信 人类征服火星的那一刻 已经在不远的将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